今日ED的股推介是长城汽车2333 选择原因是2021年的广州车展举行 多家内地汽车品牌展出旗舰车型 电动车的趋势势得可挡 拥有制造新能源车能力的汽车品牌值得看好 关注股份是长汽2333 今年头10个月长汽旗下的欧拉产量和销量 分别是6,7297架和97,966架 按年分别增长211%和207% 长期早前发布2025战略 到2025年目标年销量汽车有400万辆 新能源车占比达到80% 显示集团有意加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迎合国策的大方向 策略上有货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没有货的建议在33元以下吸纳 目标是看40元 跌穿30.5元就要减持 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